你们哪里来的 包里是什么 打开看看 快 快 快撤门 你们是什么人 去吧 去吧 睡 σε啊 去吧 去吧 没时间了 送袈裟要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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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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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射射射射射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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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方丈 我是住持 我是方丈 住持在此 放肆 我是嵩山少林寺的主持 我是方丈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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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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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 姐姐上 五弟 给我站住 三弟 情况不明 不如轻易动 先看看 不管怎么样 一个汉子欺负个女子 就是不对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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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三弟 准备 六弟 四弟 准备 四弟 准备 还能饶过你们前人的性命 前辈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女王 看来你们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还要来多管闲事吗 前辈 不知前辈与这女子有何恩怨 品森院做个合适了 比较好 恐怕你们这些和尚是有心无力 别打我 我不会武功 你是不是男人 你一个男人怎么能欺负女孩呢 不讲 这个老怪人一点道理都不讲 看来你们是执意要救她了 气主 不要随便杀人 你知道你们救的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我看恰恰相反 看你的模样怪模怪样的 再看你使用的武器也是怪模怪样的 好人哪有你这样的 小师傅 想不到你们几个年纪轻轻 却学会一貌取人 日后你们将会知道你们错了 你们救的是江湖上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施主 请你饶过一个弱女子吧 如果不肯饶她 就先杀了我们 既然施主还有善心 那就多谢了 你们不要救她 她真的是女魔头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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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女魔头 不要救她 你们为什么要救她 她是个女魔头啊 小和尚 把小魔女给我们交出来 好厉害的佛神 不过前辈 我们几个和尚赶路 怎么会带着一个女子呢 你问我们要人实在太不讲道理了 他们说没有带小魔女怎么办 你说 你说 那么就让他们交代魔女的下落 那这个威胁我们告诉你 我们不知道 就是知道 也不告诉你们 我看你这么大岁数了 性财这么急 我是少白头 我没有那么老 那么有五十岁了 小子 你有眼无助 看我不打你 那有六十岁了 说我是六十岁 我看你牵走 抬上 毕财瑟有几句话要说 说完再打也不是 他们说有几句话要跟他们说 咱们是听还是不听 婴了大 咱们是过来打架 不是过来和他们斗嘴的 上 打他屁股尿流 看他还说不说 好 誰 乱 打他 太太太太 好 二十弟 怎么办 不可以他们耽误功夫 不打了 小木 你在那边 弟兄们 追 快 好 部队 我们山大了 和尚 不要跑 不要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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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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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就在今日 此时 还有 我不至于像你那么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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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鼻子 好 好 你们看 她就是在练这种功夫 这个女人凶残至极 我可真是领教了 这 这是什么功夫啊 催死功 这是我爹留下来的独门功夫 练着这种功夫可谓蒸蒸日上 每天的进步都是看得见的 但这种功夫 越练人落得越快 催死功 顾名思义 这种功夫不但能杀人 还能杀自己 悟性倒也不差 这是姑娘 这姑娘 这样的物有害无益 彼此还是劝你 快快收手 这是我的事情 不用别人管 姑娘年轻漂亮 何必这样摧残自己呢 你们偷看我练功 我没有杀你们 已经发足了善心了 要是再不走 岂有怪物 岂有怪物 你们看 她就是在练这种功夫 这个女人凶残至极 这个女人凶残至极 我可真是领教了 这 这是什么功夫啊 垂死功 这是我爹留下来的 多门功夫 练着这种功夫 可谓蒸蒸日上 每天的进步 都是看得见的 但这种功夫 越练人落得越快 垂死功 顾名思义 这种功夫 不但能杀人 还能杀自己 悟性倒也多差 这是姑娘 这样的功夫 有害无益 彼此还是劝你 快快收手 这是我的事情 不用别人管 姑娘年轻漂亮 何必这样摧残自己呢 你们偷看我练功 我没有杀你们 已经发足了善心了 要是再不走 休怪我不客气 这个你 要是再长大 我将来 要是再长大 还不太好 那些日子 是什么 你是救兵的 你快要是救兵 会不会不兵 那些日子 没有兵 你会兵 姑娘 能否跟你说几句话 我们师兄弟第一次见你 我们都觉得 姑娘就如一朵莲花 可怜娇艳 那天的你是最漂亮的 可今天我们也看到 你把你的仇人杀了 当然 这人死不能复生 过去也就过去了 可今夜你又在这里练邪门武功 姑娘就是不爱惜别人 也该爱惜自己吧 还有什么 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呢 贫僧虽然是个出家人 但也深知青春美貌 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更何况一个姑娘家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世 但我知道 你练这样的功夫 你的心里一定充满怨恨和恐惧 心情是会写在脸上的 这样姑娘也会变成一个 又邪恶又凶恶 又狡猾的妇人 就是现在姑娘的眼神和笑容 和前两天见你已有天壤之别 严妻姑娘 你 你这是 当一个人习惯了疼痛 就什么都不怕了 一个江湖女子 性命都可以丢 还会在乎一点伤痛 几根皱纹吗 两位 里边请 是你 是我 好 今天我杀了你报仇 报哪桩仇 是报我父亲杀了你父亲的仇 还是报你公公杀了我父亲的仇 还是报我杀了你父亲 应老大的仇 什么意思 你父亲应老大已经被我杀了 我正想找你 以绝后患 魔女 咱们之间的债再也算不清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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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江湖上怎么出来的都是女人 你没有听到吗 男人都给杀光了 这辈子 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了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忘你把孩子抚养成人 我今天若是杀了这魔女 一定会去找你的 若是我不幸死了 你就告诉孩子 为他父亲母亲报仇 大嫂 魔女 拿进来 魔女 拿进来 你 你功夫太差了 我的孩子会为我报仇的 把孩子给我 她母亲已经把她托付给我 你不能动她 我必须杀了她 要不然她长大以后会继续找我报仇 我必须杀了 有我在 你休想杀了这孩子 找死吧 你们让开 我必须杀了这个孩子 我必须保护这个孩子 你不能随便杀人 尤其不能杀孩子 殿心 放下屠道 我们是不会再看着你杀人的 你们让开 二师兄 我怎么这么冷啊 心里不能担心 先上前讨教再说 这洞里到底有没有菩提剑 师兄们到底是死是活 咱们一转眼也到这鬼地方来了十几年了 却没有一个人能夺到这宝剑 废话 要是能够夺到了 咱们还守在这里干嘛 等着吧 这把菩提剑就是我山羊胡子的 除了我 谁有本事得到 山羊胡子 你又吹牛了 去去去去 我不吹牛 若论功夫 我是天下第一 若论寿数 我也是天下第一 你看看我的胡子 就知道我能活多久了 我一定能够活过护剑长老的 等他们一死 我就冲进去 这剑不就得到了吗 行了 别吹了 各位大家 各位大家 又来一个夺剑哪 这洞里当真有把菩提剑 你过来 我告诉你 就这等功夫也想来夺剑 好 好 走 我还没有见过如此高深的功夫 要夺到菩提剑得有上场的功夫 再试一次 灰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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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虹灰虹 灰虹灰虹 灰虹灰虹灰虹 灰虹灰虹 灰虹灰虹灰虹 灰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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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这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二世兄 咱们出来一个多月了 师父在寺庙里 也不知道怎么样 要夺到宝剑 必须要提高功夫 这些江湖人士 都是为了宝剑而来的 有的在这儿待了几个月 最长的已经待了几十年 只为疫情大败护建长老 如果我们在这儿待下去 需要几年 还是几十年才能达到目的 宝剑本身就是一个梦 若是把这宝剑开得太重 恐怕要布他们的后尘 寻剑本身就是水中月 净中花 如果太过于执着 将会一事无成 所以咱们回到少林寺以后 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功夫 前辈 弟子会师 弟子会员 弟子会人 弟子会奴 我知会空 梅兄弟 前来向三位请罪 我们奉师父之命 自松山少林寺 前来向三位请教 其间因为梅兄弟 勿学旁门邪功 被三位所怪罪 弟子再次请罪 经过与前辈两次交手 弟子自敢功夫太前 决定暂时回寺 向师父请教 在来日功夫见证 再与几位前辈讨教 往三位前辈多多保重 你帮我照顾这个孩子 我去追那个女魔头 妖女 你想干什么 快把孩子交给我 放过孩子我就饶了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太凶残了 我要把他杀掉 要不然他长大以后会来找我 还会来杀我 我告诉你 我已经拥有了铺蹄剑 我就是武林霸主 我要把我的仇人都杀掉 把他们的后代也都杀掉 我要斩草除根 多少年了 我都在仇人的刀锋下活着 我快活不下去了 我要把他们都杀了 我要像平常人一样活下去 快 把那孩子交给我 他的父母都被你杀了 我不会让你再杀他 要不我会用这把尖要了你的命 我会用生命保护他 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老子把你一起都杀掉 拿下来 拿下来 不要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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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下就太拼了 让我交出剑可以 你得让他把孩子交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下屠刀你才会有生路 我知道 你们又成了我的仇人 这把菩提剑 只能够毁了你 如果我活着 你们又会天天追杀我 世主 与人为善 天阔地坏 可是我没有机会了 我走到哪里 不是我父亲杀掉的仇人 就是杀掉我父母的仇人 我四周全是仇人 我也想像一个正常女子一样去生活 可是我能吗 我只要闭一下眼睛 我的命就没了 我活着 就是活在地狱里 我好像有点明白你说的话了 你不会明白 你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不会明白 父亲 父亲 如果我继续沿着我的路走下去 会不会也像他一样 你不会 父亲 一定要追回那把菩提剑 小姑娘 你逃不了了 把剑给我交出来 你们全无耻小卒 趁我练功势偷袭我 为君子所为 君子 谁是君子 天呜 你是吗 我 我 我不是 我也不是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君子 小魔女 我们跟了你三天三夜了 就不相信你又不睡觉 不拉屎的时候 再说 我们不是趁着你练功的时候 头袭你 我们是趁着你拉屎的时候 头袭你 呸 不要脸 把剑交出来 也许能饶了你一命 要命有一条 要剑 没有 你给不给 就凭你们也想得到不提剑 白日做梦 好 看你是要剑 还是要命 怪不得 快 用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驾 好 前辈 手下留情 雷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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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埋到脖子上了 你還是這麼愛犯疾 穆丹叶昌 好久不見了 你怎麼和他們在一起 你管得著嗎 徒弟們 你們可回來了 這些日子 你們都到哪兒去了 敬畏前輩承讓 請榮貧僧問連心姑娘幾句話 他們要找小模擬問話 行嗎 不行 他們肯定是問菩提劍的下落 咱們抓到了 憑什麼他們來問 雷大哥 你聽我說 我的徒弟們都是武學奇才 都是自己人 雷大哥 你讓他們問問 也無妨嘛 他們也許能問出 菩提劍的下落 咱們在旁邊聽著 知道了劍的下落 咱們好去躲 好 和什麼你就大聲問吧 讓我們也聽你清靜舊主 憐喜姑娘 菩提劍是我少林寺之物 你從師伯手中奪了去 為了你的安全 還希望你們歸還此劍 還希望你們歸還此劍 笑話 我拼了命奪到的劍 能還給你嗎 這把寶劍會給你帶來殺身之禍 在沒有拿到劍之前 我一樣被人追殺 現在有了寶劍 我可以保護自己 還可以去殺別人 憐喜姑娘 不管你信不信 貧子真是為了你好 這魔女不肯告訴我們 難道肯告訴你嗎 弟兄們 看來咱們只有先殺了這個小魔女 才能把菩提劍拿到手 殺 弟兄們 兄們 內公 联系公鸯已经受伤 请不要再下重手了 你管不着 菩提剑再重要 难道能比得过人的性命吗 那就先灭了这些和尚再说 拦入他们 别打了 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 别打了 薛姐姐 你看 会空 你看 菩提剑 原来菩提剑在这儿 陆妈妈 身上插着一把剑 该多疼 多可怜哪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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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 牟女 你害的这些呆和尚受累 自己都逃出来了 是他们自己愿意的 是蒲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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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不能动 魔女 你已经受了伤 还想使什么诡计 谁要动了这把剑 这宝剑就会变成一把费剑 这个魔女又在骗人 这把剑是我插在母鹿的身上的 我得到这件宝物以后 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 我听人说这把剑要用鲜血才能润火 为了激活这把宝剑 我就把它插在了母鹿身上 要三天三夜的功夫才能有效 现在谁要是动了这把宝剑的话 就毁了这件宝物 前功尽弃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们爱信不信 你们干什么 我只想救那只母鹿 要不然它会死的 我不管鹿死不死 我只管剑落到谁的手里 现在这把剑谁也不许动 小和尚们 你们要是想得到这把剑 就来跟我们打 打赢了 剑就归你们 输了你们就滚得远远的 二师弟 那只有这样了 那好 一言为定 谁赢了 谁就有权处理这把菩提剑 快 来 二师兄 他们什么招都用了 站下去只能挨打 这样打下去 五鹿就死了 雷公公 铁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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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三个老妖精 听我说 现在早已分出胜处了 你们还打什么 你说什么 少林寺的和尚赢了 你胡说 你们用了十二分的力 什么招式 什么见不得人的案件 都用上了 而他们只用了三分 就对付了你们 这把宝剑 应该跪少林寺的和尚 不行 我们也没说过 打到什么时候为止 我看 打得三天三夜 谁要是撑不住了 算输 放下 你不站住 快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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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们 可怜可怜之的物物吧 那剑插在他的身上 他会死的 我把剑 插在我身上 来喂这把剑 还不行吗 大师兄 快把剑拔出来 我给你上药 现在没有分之舍负了 把剑拔出来 你们还会打个不停 前辈们 你们不要再打了 要是再打下去 我绝不把剑拔出来 你不能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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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把剑拔出来 这种行为让我们自愧顾问 说来我们都是些没有德性的人 为了自己的野心 不顾一切的争斗 我们实在不配得到这把剑 我们认输了 大师兄 你真傻 你为了要救那只鹿 也不至于把剑插到自己身上 只要不打了我就满足了 那只母鹿没事吧 好 很好 我们已经替它疗伤了 现在它正好好待着呢 让我看看 这是我一生当中做得最有意的事情 救了一条生灵的性命 还给了他们天伦之乐 大师兄 你不但有德性 还挺诗心画意的 别说了 大师兄 因为你这把剑 终于会在咱们手里了 剑 这回咱们终于如愿一偿了 这回咱们终于如愿一偿了 你们要干什么 大师兄 我们为你的行为所折服 想为你做点什么 可想来想去 还是要做什么 还是给你洗脚吧 使不得 使不得啊 有什么使不得的 你老照顾我们 咱们兄弟照顾你怎么了 别动 乖乖 别动 大师兄 我不嫌你撑 不要擦了 快给我穿上 快给我穿上 高僧 得到高僧啊 前辈 你这是做什么 乖乖惊奇 乖乖惊奇啊 我这个人百无一事 可有一点 我的眼睛看不住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几个非同凡响 非同凡响啊 今天果然正实了 感动 真是感动啊 不感到 不敢当 快去啊 还有你雷公公不敢的事 就是啊 快去啊 小师傅 我们几个实在过意不去 就抓紧时间熬了这碗药 你赶紧喝下去吧 对身体也许有好处的 谢谢 谢谢啊 小师傅 好 这把菩提剑 我们就放心地交给你了 前辈请放心 我们不会再让这把剑 在江湖上出现了 也好 最好不够 你们最好把这把菩提剑 带回少林寺 让它永远不要在江湖上出现 那样 天下就太平了 你受死吧 前辈 爱面最终要结束了 请你饶恕莲心姑娘吧 这个魔女练得一行邪功 这个时候不冲掉她 恐怕日后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前辈饶恕莲心姑娘 我想 莲心姑娘也不会知人不报的 好吧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 饶她一死 魔女 我劝你最好金盆细手 改写归章吧 好 小师父 此行能够认识你们 也算不许此行 否则的话 我们兄弟几个 恐怕一辈子都要白白说到白云洞外了 现在 我们也该去做一些 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不知诸位前辈要去哪儿 做些什么 在白云洞外守了这么多年 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兄弟几个是迷茫得很的 大家一路多保重 保重 保重 谢姑娘 保重 保重 白云洞